下面我们学习本章的最后一节国际税收征管协作 那么在这一节中我们主要介绍 像税收情报交换 像美国的肥咖条款等等 这些国际的征管协作项目 首先来看一下 2013年8月27号 我国签署了多边税收征管的互助公约 这是一个 那下边我们介绍 与国际税收征管协作有关内容 第一是情报交换 情报交换中第一个情报交换的概述 情报交换应该在税收协定生效并执行以后进行 也就是说你税收协定签署了 签署它并不是马上生效 它还要走一系列程序 签署完之后咱们生效 生效之后咱们才涉及到情报交换 但你交换的情报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之前的情报能不能交换 咱们来看一看 税收情报交换涉及到的事项 可以肃及税收协定生效并执行之前 也就是说虽然我执行情报交换是在税收协定生效并执行以后 但是我所交换的事项情报可以肃及到税收协定生效并执行之前 这是一个 税收情报交换应该在税收协定规定的权利义务范围内进行 税收情报交换呢 它通过税收协定确定的主管当局或授权代表进行 你比如说咱们的授主管当局国家授总局 那么你看这我国的主管当局是国家授总局 那这是呢一个 第二个情报交换的种类与范围 情报交换的种类简单了解 一大而过 有专项情报交换 自动情报交换 自发情报交换 以及呢同期事务检查 授权代表访问和行业范围情报交换等等 简单了解一大而过 第一个 第二个情报交换的范围 那么在交换的范围中 除地约国双方的另有规定外 情报交换的范围一般呢是这样子的 第一个国家范围 第一个是国家范围 应仅限于与我国正式欠有 签订的含有情报交换条款的 税收协定并生效执行的呢 国家 这国家范围 第二个税种范围 应该仅限于 那么税收协定规定的税种 主要是所得税财产税性质的税种 因为呢这两个 才会呢涉及到国际税收的问题 其他税种呢和国际税收联系 你比如像土地使用税呀 像房展税呀都很少 那么主要呢是咱们的所得税性质 财产税性质的税种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人的范围应仅限于税收协定 缔约国一方或双方的居民 这是人的范围 地域范围呢应仅限于 缔约国双方有效行使税收管辖权的区域 这是呢从国家范围 税种范围 人的范围 地域范围角度来确定呢 税收情报交换的范围 这第二个 第三个 这句话要求大家必须掌握 那么我国从地域国主管当局 获取的税收情报 可以作为税收执法行为的依据 并可以在诉讼程序中出示 一定要注意 它是可以作为税收执法行为的依据 并可以在呢诉讼程序中出示的 这是呢咱们的这个情报交换的呢 范围种类的问题 下边第三个 税收情报的呢 保密 保密呢 咱们税收情报一般确定为秘密集 也就没有特殊过境的话 这个最第一集是秘密集 然后呢 属于下列情景的确定为机密集 第一 税收情报事项 涉及到偷税 骗税 其他严重的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行为 设为机密集 第一个 第二个 地域国主管当局 对税收情报有特殊保密要求的 那么这两种情况 咱们确定为机密集 这第二个 第三个 税收情报事项 涉及最重要的国家秘密 那么涉及到国家秘密了 泄露税会使国家的安全利益 遭受特别严重的损害 应确定为绝密集 那么比如说 我对军工企业在进行检查的过程中 或者呢 在对一些特殊行业做检查的时候 那么有可能就涉及到了一些国家的秘密了 那这时候 你把它要定为绝密集 这是呢 这个三种级别 秘密集 机密集 绝密集 保密期限是这样子的 绝密集30年 机密集20年 秘密集10年 这是保密期限的规定 这是第四个 第五个 事务机关可以将呢 搜集情报的目的 情报来源和内容 告知呢 相关的纳税人 扣脚医众人 还有其他当事人 以及呢 执行税收协定呢 所含税种相应的国内法有关的部门人员 也就是说 与这个情报有关的呢 这个纳税人 扣脚医众人 还有呢 相关的部门 咱们都可以告知 并同时呢 告知他保密义务 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未经总局批准 税务机关不得告知 第一 纳税扣脚医众人或其他当事人 有重大税收违法犯罪嫌疑 告知后会影响 那么案件调查 这是呢 第一个 第二个 地约国一方声明 不能将情报的来源和内容 告知纳税扣脚医众人 和其他当事人 对方要求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咱们呢 是未经总局批准 税务机关不得告知 这是呢 第五个问题 第六个问题 税收情报 咱们刚才说了 它可以作为税收执法的依据 可以在那诉讼程序中出示 那税收情报呢 在诉讼程序中 作为呢 证据使用的时候 税务机关应根据呢 行政诉讼法等法律规定 向法庭申请 不再开庭时公开执政 那注意 它作为证据使用 是不做公开执政的 这一时呢 我们的税收情报交换 对于税收情报交换 我们看一刀呢 2017年的多选题 下列关于税收情报交换的表述 正确的用 哪个正确 A 税收情报应做密件处理 是否正确 正确 B 税收情报交换 在税收协定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进行 那是否正确 那毫无疑问 这是正确的 你都不用看 百分之百正确 下边 税收情报交换应在税收协定 生效并执行以后进行 对不对 对 但呢 他所交换的情报 可以呢 速集到 那么咱们的呢 协定生效并执行以前 这是呢 选项C 正确 选项D 我国从缔约国主管当局 获取的税收情报 可以在诉讼程序中出示 那么这是正确的 它可以作为行政执法的依据 可以在诉讼程序中出示 所以这四个选项均正确 我们选答案 A D C D 这一次呢 咱们的第一个指点 税收情报的呢 问题 第二个 海外账户税收 遵从法案 那么这个遵从法案 大家一定要注意 它不是各国的 而是谁的 美国的 一定要注意 是美国的 那么各国要与美国呢 这个做一个配合 人家是美国的主场 咱们要注意一下 美国海外账户税收 遵从法案 简称 费卡条款 那么这是它的英文的呢 这个手这么的缩写 它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要特别注意 它是美国的 第一个 是在全球范围内 不是在美国范围内 全球范围内 它要呢 追查美国富人的 逃避交纳税款的行为 它可能 在美国逃避交纳税款 存到呢 其他国家的银行了 那么或者到其他国家 买房产土地了 那么我要在全球范围内 追查美国富人的逃避 交纳税款的行为 要求外国机构 向美国税务机关 报告美国账户 持有人的信息 比如说 他把钱存在 你中国的工商银行 那你中国工商银行 就有义务 向他报告 如果呢 你外国机构 不遵守费卡条款 美国将对外国机构 来源于哪的所得 美国的所得和收入 扣缴30%的 惩罚性的预提所得税 也就是说 我对不合作账户的呢 受人 那么我要 惩罚呢 他30%的预提所得税 这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的 肥卡条款的呢 实施模式 这个内容 大家简单看 那么有两个模式 一个模式 通过政府开展的信息交换 那么这种政府之间 信息交换 包括互惠型的 你给我 我也给你 咱们做呢 这种相同的信息交换 还有非互惠型的 我给你 你不给我 这叫非互惠型的 这个交换 两种模式 我国在2014年的6月 与美国签订了 政府间的呢 协议 换句话来讲 咱们向他提供 美国账户 持有人的信息 他也应该向咱们来提供 这是呢 第一个模式 第二个模式 那么第一种模式 通过政府之间 来开展呢 信息交换 第二种是金融机构 直接向美国 税务机关 报送信息 那你的金融机构 你要向美国报送 你不报送 那你呢 有可能不配合 美国呢 来实行 那你在美国的 所得收入 就会可能被征 30%的 这个惩罚性的 预提所得税 这是呢 第一个 那么外国金融机构的 义务 简单看 账户分级管理中 大家呢 要注意 肥卡条款呢 对美国纳神账户 实行分级管理 你比如说 哎你持有呢 这个金融资产 多少万的 咱们呢 要有个自动报告的问题 这是呢 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 注意纳税人 承担聚增责任 注意 谁承担聚增责任 纳神承担聚增责任 这句话 一定要掌握 也就是说 金融机构 虽然富有 禁止调查 和信息报告义务 你比如说 你对金融资产 持有100万美元的 你要向美国呢 这个税务机关 来报告 那这时候 你虽然有禁止调查 即报告义务 但举证责任 最终仍有纳神承担 注意举证责任 纳神承担的问题 这是呢 费卡条款的问题 我们来看呢 一道单选题 下面关于海外账户 税收尊从法案的表述 正确的是 A 海外账户 税收尊从法案 规定举证责任 最终由纳神承担 对不对 正确 那么B 海外账户 税收尊从法案的主要目的是追查全球企业的避税情况 那这是错的 追查全球范围内美国富人的逃避税情况 而不是全球企业的逃避税情况 那么选项C 根据海外账户 税收尊从法案 被认定为不合作账户持有人 将被扣掉40%的预期所得税 那么这是错的 应该是30%的惩罚性预期所得税 非常地 海外账户税收尊从法案 仅秀于美国境内 错 它是在全球范围内 追查美国富人逃避纳税的情况 所以只有选项A正确 这是咱们的第二支点 谁卡条款的问题 下边我们看了第三支点 是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 它叫做AEOI 那实际上咱们国家现在已经开始执行了AEOI了 这是受G20委托 注意受谁委托 G20委托 那么OECD 也就是经济合作与发展主资 在2014年7月发布了AEOI AEOI主要干什么的 主要是对于各大金融机构 那么对于你金融资产达到一定标准的 比如说100万美元的 咱们就涉水信息自动在国家之间做交换 什么意思 你比如说假设某个明星将他资产加入AEOI的国家的银行里边了 他的金融资产达到100万美元的话 那这时候信息就会自动的给你报告给中国的税务机关 那这就是AEOI 对于AEOI由主管当局协议翻本 也就是MCAA和统一报告标准CRS两部分组成 咱们国家的银行前几年 那么培训这个CRS是非常火热的 这几年还有好得多了 这是金融账户涉水信息的自动交换标准的问题 那么对于咱们的国际税求征管的协作 我就和大家简单的学这么多 学完这么多内容之后 我们来看一道与AEOI有关的题目 然后再看一个这个本章与本章的计算有关的考题 我们就结束本章的学习 我们来看先的题目 第一道题2017年的单选题 这道题目是下列国际组织或机构中 发布了金融账户涉水信息自动交换标准的是谁 应该是这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这都是发达国家做的事情 对不对 那么这是选答案C 这是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在2014年发布了AEOI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其实讲完了第六节 整个咱们第十二章内容学习将告一段落 在结束本章内容学习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两道这些年的本章的计算问答题 一道是2020年六分的计算问答题 我们来看这个题目的最后的相关资料 假设一美元折合人民币七元 假公司在中国境内没有常设机构 注意他没有常设机构 不考虑税收协定因素 要求按上述资料回答下来的问题 如有计算计算和计数 我们来看一看其他基本情况 假公司唯一未在我国境内 设立机构场所的被居民企业 2019年发生的与我国境内相关的部分业务如下 第一个是1月20日向我境内的乙公司 投资2000万元 持有乙公司10%的股权 这对我国做投资了 下边第二个3月15日 委托我个境内丙公司 一定要注意一个是乙一个是丙 贵期一项境外工程 注意不是境内工程 境外工程项目提供监力服务 那监力服务的地点在哪 监力服务的地点肯定在境外呀 那施工地点在境外咱们的监力服务的地点 你肯定要到现场监力的 那么肯定是在境外的 下边合同注明 人民币价款80万 要不要交中国的赠税 当然不要交 这完全发生在境外的 虽然是我国公司提供的 那么它实际上是完全发生在境外的 那不涉及到呢 要交纳咱们国家赠税的问题 紧接着第三个 6月20日 为乙公司呢 一笔借贷资金提供的担保服务 那么该笔借贷资金占乙公司 全部贷款资金的20% 一定要注意 占20% 那么下边这一家境外的公司 与乙公司算不算关联方 注意关联方的一个界定问题 这边取得不含增税的担保费收入 20万 该笔借贷资金来源于非兼容机构 这是咱们的第三个 第四 12月3日 乙公司按持股比例 向港甲公司分派股息10万元 那么一共这么四项业务 第一个 判断甲公司和乙公司 是否构成关联关系 并说明理由 我们刚才呢 在第三项业务中做了提示了 他的这个担保 大家你可以看一下 那么他甲公司为乙公司 一笔借贷资金提供的担保服务 该笔借贷资金 占乙公司全部借贷资金的多少 20% 算不算关联方 毫无疑问算 那么为什么 因为呢 甲乙之间存在持股关系 所以持股比例没有达到25% 但乙公司全部借贷资金总额的10%以上 他是多少 20% 10%以上 由甲公司进行担保 所以甲公司乙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这是呢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判断丙公司是否需要交纳增值税 并说明理由 那么要不要交增值税 说明理由 那这里边对于呢 丙来讲 他什么 他是被境外工程提供的这种监力服务 那么这是不需要交我增值税的 因为境内单位提供的工程项目在境外的工程监力服务 免增值税 这是工程项目在境外的工程监力服务 有免增值税的规定 这不是本章内容 实际上这是第二章的内容 这是咱们第二章 所以咱们的考试不仅仅要考虑第十二章国际税收 还要呢 把它和第二章和第四章 就是增值税和解锁的内容结合起来学习 才会达到呢 事半功倍的呢 效果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判断已公司支付的担保费 是否需要进行税务备案 并说明理由 要不要做税务备案 那么担保费收入是多少 是二十万 二十万折美元是多少 二十万折美元不到三万美元 因为它的人民币美元的汇率给的是七 所以不到三万美元 要不要做备案 不需要 理由是什么 理由是境内机构个人向境外单笔支付 大于五万美元的外汇资金 除无需进行税务备案的 均应该向所在地的主管税务备案 做备案 而这笔支付 它折合人民币只有2.86万美元 低于五万美元 所以不需要进行税务备案 这是咱们的第三个 大家可以看 这些年咱们考试中 你对外支付的呢 什么情况下要做备案 什么情况下不做备案 考的还是蛮频繁的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 计算的业务四中 以公司应代扣代缴的预提所得吹 这个基本上相当于白送分的 因为呢 咱们直接 你对境外付股息红利 咱们预提所得税 只要没有考虑税务协定的速度 直接按10% 做预扣预交 所以咱们应该代扣代缴的企业所得税 是10万乘于10% 是1万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对于这道题来讲 它是呢 将增值税的呢 它的免税 那么企业所得税的呢 这个代扣代缴的问题 那么以及咱们呢 这个税务备案 就是对外付费的税务备案等等问题 结合在一起来进行的考核 这是呢 咱们2020年的考题 整体来讲 这道题目难度不大 下边第三道题 是2019年1到6分的计算问答题 这道题目 它给的相关资料中是 C公司是非上市公司 C公司所从事的业务 为非禁止外商投资的项目和领域 不考虑取收协定因素 要求根据的上述资料 按序号回答问题 如果计算 计算出何技术 2010年境外A公司出资3500万元 在国设立M公司 A公司M公司 2020年的部分业务如下 也就是说A是母公司 M公司 我国的境内M公司是子公司 下边第一个 截止2019年的12月31日 M公司账面累计未分配利润300万元 那么2020年1月20日 M公司董事会做出利润分配决定 向A公司分配股利200万 那么A公司获得股利了 要不要交预期所得税 交交多少 200万乘20万 第一个 第二个 那么1月20日 A公司决议将 M公司应分回的股利用于购买 我国境内非关联公司 C公司的股权 用于购买非关联公司 C公司股权 同日相关款项 直接从M公司 转入C公司的股东账户 那么这时候 也就是说 我将分得的这种股息红利 直接投资于中国呢 境内的企业 那此时前边应该交的预期所得税 怎么办 现在是暂不交呢 所以就税到了什么了 税到了地延纳税了 你看 地延纳税又出来了 地延纳税就出来了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3月5日 M公司支付1060万 委托境外机构 进行的新产品研发 这次呢 M公司不是委托的A公司做研发 而是委托谁呢 委托其他的境外机构做研发 那是1060万 设计不是一道 第一个增值税 第二个 设计不是一道 咱们呢 这个研发费的加急扣除问题 这都是呢 要考虑的 你看题目问你什么 那么紧接着第四个 是8月10日 M公司向A公司支付商标费 530万 那么你支付的商标费 要不要呢 扣缴 那么增值税 要不要扣缴 预提所得税等问题 这是呢 咱们的这么思想业务 针对呢 这思想业务 它的问题是 第一问 说明A公司分得利润 享受暂不争 预提所得税的理由 和需要否则条件 什么理由 理由很简单 我国出台了 对境外投资者 以分配利润 直接投资 暂不争 预提所得税政策 这理由 那么他需要否则条件特征 第一个 以分得的利润 那么他是 从哪呢 从非关联方呢 收购境内居民企业股权 一定要注意 必须从非关联方处 收购境内居民企股权 属于直接投资 第一个 第二个 分得的利润 属于M公司 已经实现的留存收益 这是呢 这个属于分得的股息功利 第三个 200万的收购款 直接呢 从M公司的账户 转入了C公司账户 其实呢 最关键的是什么 最关键的是直接投资 这是我们呢 这个第一个政策 享受暂不争预提 所得税的利润 第二个 回答A公司 可以享受呢 暂不争预提 所得税政策的呢 分配鼓励的金额 那么金额很简单呢 就是多少 就是200万 我觉得这个 就相当于 是白给你分 那这是很简单的 你看 2018年的1月1号起 对境外投资者 从中国境内居民企业 分得的利润 直接投资于 非禁止外商投资的项目和领域 反复规定条件的 实际提前纳税 那么暂不争预提所得税 这是呢 第二个 第三个 回答M公司 委托境外 研究开发呢 费用 它的企业所得税 税前加急扣除限额的规定 那么你委托境外研发 那么税前 加急扣除的限额 它怎么规定的 它的规定是 且委托境外的研发费用 按费用实际发生的80% 进入委托方的 委托境外研发费用 注意 第一个 先打八折 一个 不超过境内符合条件的 研发费用的 三分之二的部分 可以按规定 在企业所得税须前 加急扣除 那么加急扣除 最新的政策是什么 一般企业 加急扣除 75% 制造业 且加急扣除 百分之百 那这是咱们的 第三个问题 下边第四个问题 计算M公司 业务4应 代扣代缴的 企业所得税须额 那么它负责的是 商标权的使用费 应该出于 特议权使用费 这个530万 是含增税的 要用530万 除以一加6% 转成不含增税的 特议权使用费的金额 以金额的全额 也就500万 乘以预期 所得税须率 10% 来计算呢 应该扣缴的 企业所得税 是50万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道题又是考什么 又是 把咱们的国际税收 和企业所得税 结合在一起考 应该说呢 它虽然是考 国际税收的题目 但是 每个题目中 都会怎么办 加一些 那么像企业所得税呀 增值时的呢 有个内容 来降低难度的 紧接着第五文 说明M公司 解交代扣 企业所得的期限 多长时间内解交 应该是 7日内 应该自 扣缴义务发生 至起 7日内 向扣缴义务人 所在的主管税务机关 申报和解交呢 扣缴的税款 这是呢 我们2019年的 这么一道题目 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 从2016年 17年 18年 19年 咱每年都会考虑到 国际税收题目 那这几年 国际税收主关题的 主要考点是什么 国际税收 第一个 无非咱给境外付钱 境外到国内投资 咱给境外付利 股息红利 对不对 那么咱们从境外投资 从境外分回来股息红利 一个 你看 所以你看 向境外支付款项 如何做税务处理 分回 你从境外分回的股息红利 如何做税务处理 下边 外国企业 长设机构的 税务处理 这咱们近年来的 主要考点 下边我们看到 第一类 向境外支付款项的税务处理 向境外支付款项的税务处理 说到以下问题 第一个 我向境外支付款项的时候 我代扣代缴 企业所得税 包括预体所得税的计算 还扣脚期限 应该是7日内扣脚 那么增值的计算 那么这里边要特别注意什么 特别注意 企业所得税的 所得来源地的判断标准 与增值税的呢 境内境外的判断标准 是不一样的 这是呢 一个 下边一个 对外付款 是否需要 事务备案的问题 注意单笔支付 5万美元以上的 服务贸易款项 那么他的呢 投资收益等等 都涉及到一个备案的问题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 间接转让财产重新定性 定性为 直接转让财产 进行税务处理的规定 那这是呢 向外支付款项 他的税务处理 今年要特别注意 咱们呢 承建及附加的问题 承建及附加的问题中 要注意什么 承建及附加的问题 咱们呢 从2021年的9月1号开始 承建税益档呢 实施之后 那么对于境外单位个人 向境内单位个人提供的呢 这个服务 还有呢 比如像你的服务啊 无形资产呢 等等 你扣脚的增值税 那么 涉及到不再交 承建及附加的规定 这大家呢 要特别注意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你向境外投资 你分回来的股息红利 再做税务处理 注意 要注意 境外所得税收 抵免的税额范围 有直接抵免 有间接抵免 注意境外所得 税额抵免的呢 条件 那么是几层 五层 那么20%以上 持不过比例的要求 注意 来自境外所得的 直接交纳 直接交纳的税额 好确定 那么间接负担的税额 它的计算 很重要 那么直接交纳的税额 大家要特别注意 你在境外所交的 这个 股息红利的 预体凑的税 那是你直接交纳税额 而不是间接负担的税额 这大家呢 要注意的 第四个 境外所得抵免限额 是用境外的 应纳税所得额 乘于我国的税率 来计算 它实际抵免额 应该是呢 境外直接交纳 间接负担的税额 与抵免限额 比较 哪个小 按哪个呢 来确定实际抵免额 对于税收招的内容 大家简单看一看 简单的讲 就是什么 就是你在境外 享受的呢 减免税优惠 是为你交过 所得税了 咱们呢 这个享受 税收的 避免的问题 这是第二个 第三 外国企业 常设机构的呢 受处理中 要注意 咱们的外国企业 常设机构的判断 那么 对于呢 常设机构来讲 咱们今年新增了 常设机构的判断标准 今天要注意的 那么注意 办理事务登记的手续 书销事务登记的期限 注意 外企常住代表机构 那么 他应纳企业所得税的呢 计算 他的税率 要注意 是25% 那么 涉及到 有可能合定征收 有按照成本费用合定 有按照呢 收入 总额来合定的 一大使所得额 来征税的问题 注意 外企常住代表机构 应纳增值税 及成见附加的计算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 税收优惠 对于境外投资者 以分配利润 直接投资 暂不争 预提所得税的 规定 一个 第二个 注意 那么增值的免税 境内单位提供的工程项目 在境外的工程监理 有免增值的规定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委托境外研发 注意夹击扣除的规定 夹击扣除 是委托境外研发 先打个八折 记录了研发费用 那么在不超过境内研发费用 三分之二的呢 标准内允许夹击扣除 这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的 那么下边第五个 还会是关联关系的一个判断问题 关联关系的具体判断的那七种情况 大家要熟悉 这是我们这几年考到的主要内容 未来大家需要关注什么 需要关注 那么个人所得税的所得来源地 因为咱们前边都是 只向境外企业支付 那一旦考虑向境外个人支付呢 它的个人所得税 它的所得来源地的确定 那么还要关注转让定价方法 及计算问题 那么这个这几年没考过 不代表着以后不考 这是呢第二个 第三 实际亏损额和非实际亏损额的弥补 非实际亏损额无限期的呢 截转弥补 而实际亏损额五年内截转弥补的问题 这是呢 咱们的这个主关题的主要内容 在结束呢 咱们第十二章 国际学习的时候 我们对于这六节内容 再做一个简单的复习 因为这个内容相对复杂一些 所以我们一节做了一个思维导图 首先看第一节 国际税收协定的思维导图 在国际税收协定中 咱们首先要注意 典型的税收协定 有这个UN协定 那么它更注重扩大 收入来源地的税收管辖权 发展中国家多以此为翻版 第二个是OECD的协定 它主要是呢 这个扩大居民管辖权的问题 这一个第二个在国际税收协定的点清条款中 要注意税收居民 税收居民中要注意 对于呢 双途居民身份 那么如果是自然人的话 他们判断到底是最终居民身份是谁的 是永久性住所 那么第一个第二个重要利益中心 第三个是咱们的习惯性居处 第四个是国际 如果呢 是公司和其他团体的话 则是以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国来判断呢 它的最终呢 是哪国的税收居民 这是一个 那紧接着下边 常设机构 是今年新增内容 在常设机构中 注意常设机构的特点 注意呢 这个承包工程 要以呢 这个连续六个月以上 来作为呢 常设机构 而对于呢 提供劳务 则是呢 在任何12个月中 连续或累计超过183天 作为呢 常设机构 是大家呢 要注意的 注意常设机构中 不包括准备性 辅助性的场所 那么注意这个独立代理人 不作为常设机构的规定 这是呢 咱们要注意的 下边在劳务所得中 咱们要注意 独立个人劳务 是一般来讲 居民国征税 那么对于呢 如果是固定基地 你在呢 这个人家地约国 另一方有固定基地 或者是 一定要注意 或者是在12个月之内 你在另一方 12个月之内 连续或累计停留 超过183天 那此时 来源国有遗憾征税 这是一个 那么对于呢 非独立个人劳务 则是呢 居民国征税 注意呢 熟悉居民国征税 需要符合的条件 这是呢 咱们的 劳务所得的问题 注意 受益所有人的呢 一个规定 这是在国际税收协定中 需要大家呢 注意的主要内容 一个 那么对于呢 居民的税收证明 咱们要注意什么 要注意呢 一般来讲 是在10个工作日之内 你申请之后 开10个工作日之内 开出呢 这个居民税收证明来 那下边 如果是需要报告上级的 则是在20个工作日之内 给你处具呢 居民 税收居民证明 如果不符合的话 他会告诉你 不符合的原因 是什么 这是呢 咱们第一节 国际税收协定 那下边第二节 非居民企业 税收管理的思维导图 那么对于 非居民企业来讲 首先要注意 外企常住 代表机构的呢 问题 他在核定税收中 有按收入总额核定 有按呢 经费支出 换算收入呢 核定的问题 这是呢 一个 他的最低的利润率 那么核定利润率 不能低于15% 这是呢 一个问题 下边对于 承包工程和提供劳务 他的三种核定方法 有按收入总额核定 按照呢 成本费用核定 按经费支出 换算收入呢 核定 那么三种不同的方法 这第二个 第三个 对于股息红利 租金特权省费所得 他应该以收入的呢 全额来计算纳税 顺的税率 是10%的问题 下边还有一个 你分得的股息红利 如果呢 是直接投资于中国境内的企业 那么有地延纳税的呢 规定 就是暂不争预提所得税 地延纳税 这是呢 一个 注意财产转所得 他是以呢 财产的呢 净之后的余额 作为应纳税的额 来计算纳税 这是呢 一个 要注意呢 对外付费备案 什么情况下 应该备案 什么情况下 那么无需备案 这个内容 这几年考的非常频繁 大家要特别注意 这是呢 非居民且税收管理中 要大家呢 特别注意的 那么在这几年的考试中 咱们呢 对于这个内容 它经常是 你对外支付 你如果对外支付 补锡 红利租金 退圈 使用费 等等时候 那么涉及到 扣脚增值税 预提所得税的问题 注意增值税 和所得税的呢 境内外的划分 不同 这个内容 是这几年 特别重要的一个考点 这是咱们的 第二节的内容 在第三节 境外所得税收管理中 那么考试中 容易出计算问答题 要注意什么 要注意 第一个 它的抵免的范围 包括直接抵免 和间接抵免 第一个 第二个 抵免限额 可以分国 不分项计算 也可以 不分国 不分项计算 也就是综合 地面限额 第二个 那么第三个 下面要注意 境外应纳税 所得额 在计算中 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 它呢 非实际亏损额 无限期弥补 实际亏损额 在五年内 弥补的问题 这是呢 第三 第四个 境外所得 间接负担税的计算 要求大家呢 要掌握 那么外国企业 持股比例 咱们应该是 涉及到了什么 你的持股比例 是间接持股的比例 是五层 那么20%的呢 这个持股比例的要求 大家呢 要注意一下 那么注意呢 税收饶涨 对于你想要减免税大于 咱们呢 视为实际交纳税款 为与呢 税收抵免 这是一个 那么对于呢 实际抵免额 应该按照 你实际交纳 和间接负担的税额 与抵免限额比较 哪个小 按哪个抵免 超过抵免限额的 可以在五年内 截转的规定 这是呢 咱们的第三节 第四节 在国际反币税中 咱们注意什么 在国际反币税中 要注意这个税及寝食 和利润转移项目 也就是BIP计划 那么它分为 五大类 15项行动计划 第一个 第二个 在一般反币税中 咱们要注意 它不是用一般反币税的 是与跨国交易 与支付无关的业务 不是用一般反币税 那么违法的 你比如说 你是逃税 避税 那么虚开发票 等等重大 是说违法行为 那肯定不是 避税 避税是什么 是黄灯 那么 咱们的违法行为 是闯红灯的 闯红灯 它不是 那么一般反币税的 适用范围 这大家要注意的 对于间接转移财产 咱们可以重新定性 那么 否定中年城的存在 认为它直接转移财产 来征收所得税的问题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在特别纳税调整中 要注意 成本分摊协议的 处理规定 要注意呢 自行分摊成本 不得透出的有关内容 那么对于受控外国企业呢 它的避税安排中 要注意 咱们是由中国居民股东 控制的 设立在实际税部 低于12.5%的 国家地区的企业 由于 并非由于合理经营需要 而对利润不做分配 或减少分配的 那么是为它分配 咱们呢 让它来交税的问题 那这里边 注意免于调整的 三种情况 对于资本弱化 咱们要注意 那么关联债资比 一般企业2比1 金融企业5比1的呢 规定 注意呢 不得计算扣除的呢 利息支出 怎么样呢 它的计算公式问题 那么对于 特别大的调整的程序中 要注意呢 加收利息 一般情况下 咱们是按照 人行的贷款基准利率 加5个百分点计算 什么情况下 只是按照 人行贷款基准利率算 而不加5个百分点 这是呢 咱们要注意的 这是第四件 第五件 在转让定价中 咱们要注意什么 要注意第一个 关联申报 注意关联申报的 七种具体判断 这个内容相对重要一些 那么注意国别报告的范围 在同期资料准备中 要注意 有主体文档 本地文档 特殊事项文档 什么情况下 准备主体文档 什么情况下 准备本地文档 什么情况下 准备特殊事项文档 一个 第二个 要注意呢 过免的情形 什么情况下 免于准备同期资料 那么注意实现要求 在实现要求中 咱们要注意 主体文档 是12个月的实现要求 而本地特殊事项文档 则在纳税年度呢 中了之后 次年的6月30号之前 提供了本地文档 特殊事项文档 那么图题资料准备 应当采用中文 那么保存时间的要求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转让定价的调整方法 包括 合比非触控价格法 那么再销售价格法 还有呢 成本加成法 交易净利润法 那么净利润的呢 分割法 就利润分割法等等方法 还其他的呢 合理方法 那下边在转让定价调查中 要注意呢 统计方法 有算数平均法 那么加成平均法 和四分位法 这也是呢 一个 那么在月定价安排中 注意月定价安排 有几个阶段 有6个阶段 那么有预备会谈 谈签意向 分析评估 有呢 正式申请协偿线署 监控执行 那么这几个 那么对于呢 咱们月定价安排 就是呢 属于未来3至5年的 这个业务 那么当然对于呢 你欠预约定价安排 之前的业务 如果呢 和预约定价安排的呢 情形相处或类似的 咱们可以追溯调整 最长追溯期 10年的规定 这是大家呢 要注意的 注意优先受理情形 和实现的规定 注意呢 它的简易程序的呢 有关内容 这是呢 预约定价安排 的第5节 对于第6节 国际征管呢 协作的问题 咱们呢 要注意 首先第一个 情报交换中 注意 你交换来的情报 可以在税收执法中 作为执法依据 并可以在呢 诉讼中出示 这一个 第二个 它的级别中 那么秘密级 它是10年的保密期 机密级20年 绝密级是30年 那么注意 美国海外账户 税收遵从法案 在这个遵从法案中 那么是在全球范围内 追查美国富人的 逃不交纳税款情况 那么对于 不合作账户的持有人 他是来自美国的 所得和收入 增30%的 预提 所得税 下面要注意 虽然金融机构 富有竞争调查和报告的义务 但是呢 纳神承担的是 最终的取消责任 这大家呢 要注意的 紧接着 是金融账户的呢 社会信息 自动交换标准 也就是AEOI AEOI呢 它是咱们国家呢 目前已经呢 开始实施呢 AEOI了 那这是呢 国际征管协作的问题 对于咱们的呢 这个第12章国际税收 大家要特别注意 从计算问答题角度 来总结的问题 好了 对于呢 第12章 我和大家学习这么多 希望大家在学完本课程之后 那么结合咱们的英式指南 看一看呢 英式指南后边的同步训练 然后呢 再做一下 我们的呢 这个习题班的习题 一定要注意 习题班的习题 一定要先做 然后再听我来讲 好了 对于第12章 我和大家学习这么多 我和大家学习的同步训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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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